此夫宋人伐木徒 乃周晋王二十六年 鲁埃公元年 西元前四九四年 孔子年五十八岁 离开魏国往朝国去 朝人不予接纳 岁又离朝去宋国 与弟子们洗礼于大树下 宋国执政大夫司马桓腿 欲杀害孔子 暗中派人去砍伐那棵树 弟子们催促孔子 树行已避祸 孔子却从容说 上天既赋予我这样 推行道德的使命 桓腿对我又能怎样呢 孔子与朱弟子相约在郑国见面 途中桓腿派人将这棵大树 以神折断浑厚的树枝 并用厨斧加以砍伐树干 令孔子与弟子洗礼不成 弟子们或抱古琴 或捧竹简 或拱手 处孔子离开 孔子似乎正告诉他们 出厨之道 这些弟子们 以倾听的形象 来表征在患难中 依然对圣人及圣道的信心 相信这是真正的出路 论语讲要说 圣人处辩 既知自有其德而无忧 然又为虎过颂 全便知道阴阳不测 神而通知 非闲人以下可知也 意思就是说 圣人在变局的时候 他知道凭着他的德性 凭着他的智慧 他可以从容超越逆境 所以孔子在这么危难当中 他便便服装离开宋国 这种全便的方法 不是闲人可知 唯有圣人的德性 圣人的智慧 他才能够从容面对逆境 跨越障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